好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記者會的題目是 正式公文舉報 貼心快篩 廢物部 自知不理 隨時鐘 吳秀明請下台 首先請書記長 好 謝謝總長 林憶華委員還有鄭正晴委員 各位媒體大家早安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接續昨天的這個 議題喔 那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非常的離譜喔 那首先我們現在來看喔 這一張 現在我手上的這一張公文喔 是EU科技公司喔 那麼給衛福部的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喔 今天國民黨團我們要把它來提出來喔 那這一張公文呢 其實就是EU科技公司 要向衛福部申請 含請廢紙 他辛辛苦苦得到的EUA 那這中間的原因跟中間的貓膩 我來一一為大家做一個寫說喔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看到第五點的地方喔 那這個第五點地方喔 他是說他回復食藥署在111年5月12號的時候 食藥署就已經去詢問喔 這個EU公司 關於這個德國聯邦研究所執行 市售這個快篩試劑喔 他的靈敏度的狀況喔 那後來就發現呢這個 快篩試劑其實他 部落快篩試劑其實他的敏感度非常的不足喔 那這個EUA也跟他回文告訴他說 這個靈敏度測試啊 僅僅只有34% 那同時喔 他還示警喔 就在5月12的時候 他就已經示警食藥署說 已經有這個仿冒品喔 流入市面喔 那請喔 這個食藥署要多加注意 那因為有仿冒品流入市面 所以EU公司呢 他決定要來撤銷專案進口核准 來維護消費者的權益喔 那並且這個對於整體 防疫公共衛生安全做一個把關喔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衛福部食藥署 早在5月12號 就已經知道這個 負勒快篩是有問題的喔 因為在公文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詢問 清清楚楚 EU回答他就是 靈敏度不足 而且市面上已經有仿冒品喔 那麼同時喔 事實上在衛福部跟食藥署頭 在5月13號 那5月13號的時候 他就已經接獲了 那個EU給他的公文 就是這一張 那上面就已經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其中呢 我們來看到 在第二點的部分喔 也就是說 EU公司呢 有很清楚用文呢 告訴了衛福部說 這個 負勒快篩試劑喔 他的這個產地喔 並沒有在美國生產的喔 那所有的上市的品項 都是中國大陸的產製 而且 FDA仍然禁止 該項產品 在美國境內使用 那並且說明 該項產品 並沒有取得FDA 核發的EUA 然後接下來看第三點喔 那EU公司呢 結果他再去了解 再去聯繫 再一次的發現了 這些產品嘛 他並沒有辦法提供喔 他美國版本的貨源 僅能夠由中國大陸來提供貨源 所以事實上喔 在5月13號的時候 衛福部跟食藥署 就已經非常的清楚知道說 他們所發出去的EUA 說的是美國的產地 可是人家取得EUA的這家公司 都已經告訴你說 我雖然取得EUA 說我是要拿美國製造的 但是事實上 並沒有美國製造的 複勒快篩 在這家公文當中 寫得非常的清楚喔 那如果 你5月12號 也得到這樣的答覆喔 那5月13號 公文上也寫得很清楚喔 並沒有美國製造的 這個複勒快篩 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 衛福部跟食藥署 還要這樣繼續裝睡呢 什麼原因讓他視而不見呢 到現在兩天了 還不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喔 那更離譜的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喔 這個呢就是呢 我剛剛提到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食藥署核定的複勒快篩EUA 有幾個疑點喔 第一個部分喔 我們看到這個 所謂的美國原廠的 艾康公司的複勒快篩事件 那事實上他的相關的 批號的產品喔 也不是美國製造 而是他有取得 美國FDA的認證 在包裝上略有不同喔 那我們看到這個製造地的喔 美國製造地沒有在美國喔 那實際的工廠上面寫得很清楚 在中國大陸 那杭州廠來生產的 杭州廠來生產的 可是呢我們再往下看 EU他當時申請EUA的時候 他提到說 那他要申請進口的製造地 是美國製造的複勒快篩 那美國出口核准了六百萬劑 那後來呢他為什麼會去取消EUA 就是因為他發現沒有他申請的 美國製造這件事情啊 所以他就把這個EUA給取消掉了 可是我們看到接下來大興就上場了喔 大興一樣他說他申請EUA是美國製造 明明知道是沒有美國製造的產地 那一樣喔用仿冒的就進來了喔 所以這裡我們也不禁要問喔 如果呢沒有美國製造 那這個國馬也不一樣 而且他是從香港進來的 可以啊海關還有辦法讓他進來 那這一點等一下可能也是要把它說清楚來喔 那比較離譜的是喔 昨天啊石藥署在回應的媒體的回答 他這麼說他說EUA的來函 的確有陳述到一些內容 但他們是用推測研判 剛剛這一張 我想這個文喔等一下媒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寫的一清二楚展廳節點 哪來的推測跟研判啊喔 他告訴大家就是敏感度敏感性不足 那麼也有偽造的一個情況喔 而且啊在第四點喔 EU還有特別提到 事實上5月11號的時候 在臉書的社團上面 就已經開始販賣了這個 部樂快篩試劑喔 5月11號就開始販賣 可是那個時候喔 事實上EU還沒有進來 他還沒有進來 所以他也嚴重的去強烈的去表達說 這有可能就是防茂品喔 所以這一連串的喔 並沒有說研判或是推測 而且是他是非常的肯定 去示警我們的食藥署跟衛福部喔 那但是呢 我們還是沒有對 大興的EUA做任何的這個 處罰或者是說撤銷喔 那指揮中心我們的羅毅君喔 昨天他又回答大興這個相關的事情喔 他說 我們很多的措施喔 尤其是關於EUA的申請 我們的審查雖然嚴格喔 但是很多的措施 防君子不防小人 昨天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真是離譜至極啊 防君子不防小人 那也就是說 當有小人的時候 這套機制是完全失靈的 那你為什麼機制不改呢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喔 從去年喔 到今年的6月14號 像食藥署申請進口家用快篩試劑的EUA的喔 總共有326案 總共有326案 其中通過的只有33案 嚴格來講喔 他的審查喔 是很嚴格的啊 這個通過率喔 其實只有10% 只有10% 但是很奇怪喔 這個少數通過的喔 這個少數通過的喔 就是一些像這個高登啊 小吃店啊 紅狼啊 動物用藥的廠商啊 然後這個電玩廠商 像這個鷹絲瑞 以及這個賣墨水匣的大新 所以比較不讓人家理解 就是說 你說防君子不防小人 那何以喔 你這麼嚴謹 只有10%的那個通過率 卻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廠商 我想喔 這個食藥署跟衛福部喔 真的要盡快出來面對啦 繼續裝睡這不是辦法 好 接著請林一華委員 這次民進黨搞大內宣啊 搞到連蘇院長都被騙喔 請問一下食藥署 請問一下衛福部 哪來的美國製的負勒快篩 從蘇院長帶頭開始做假消息 說這一次呢 是美國製的負勒快篩 混雜了中國的劣質品 所以呢造成這次的問題 我現在就來提供一些證明喔 讓大家看到民進黨還有蘇院長 帶頭放假消息 要不要罰300萬 搞認知作戰 搞到連蘇院長自己都被蒙蔽啊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在 我說真的這個我們啊 辦公室在一個小時之內 在美國FDA 以及呢那個ACON公司的網站 找資料一個小時就找完了啦 一個小時就找完了 這個是在美國的FDA 在今年的一月 今年的一月 它有一個announcement 這個announcement是什麼 就是在講 就大家這次說的 有兩種白色包裝的部分 是美國的FDA有授權的 深藍色包裝的呢 它是另外一個 其實在歐洲歐盟賣是這個深藍色包裝 它是但是它沒有經過美國的FDA授權 所以他們在講是在美國能夠流通的 只有這個白色的這個富樂快篩 但請大家看重點在哪裡 我拉大看 請大家看這個廠牌就是Made in China 就是Made in China 這是美國的FDA很清楚 再來 這個是我們去上去看看 這家公司 ACON公司 它也針對了 這個所謂 Antigen Home Test 我們看到兩個名稱不一樣 這個叫Antigen Home Test 是美國流通的 另外歐洲在賣的是叫做 Antigen Rapid Test 名稱有點不一樣 包裝顏色不一樣 名稱也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QA呢 就是專門在針對 美國流通的這個Home Test的部分 做所謂的相關的說明 那看到就這一大張 你可以看到 它的QA的44跟45 寫得很清楚說 這個是哪邊做的 就看到了 你看那個45很清楚說 It's made that manufactured 它大量生產在中國 In China 所以這個部分從頭到尾 它就告訴你 它就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 好再來一樣的 請大家看 我們再去一樣再繼續找 這個是食藥署通過的 一下子給了2億4千萬劑 請大家看一下 它通過這邊寫什麼 製造生產國別 USA啊 這是食藥署給的EUA 寫 USA生產國別 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人家ACON公司 你只要上公司檢介 就看到了嘛 它說了 它在美國的聖地牙哥的是什麼 是Head Quarter 總公司 那它的工廠在哪裡 在中國大陸啊 在中國大陸是2016年 就經過美國的FDA 去查過廠 給予許可證的一個工廠 所以 這一家公司的工廠 從頭到尾就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沒有什麼美國製的FDA快篩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來回過頭問啊 食藥署 我們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完的功課 食藥署剛從書藥書記長說的部分 幾百家你只核准了33家 這個資料有這麼難查嗎 資料有這麼難查嗎 竟然明明就是因為出了狀況 就用這樣一個說 用中國裂質品來取代美國製的製造的快篩試劑 這從頭到尾就是謊言啊 從頭到尾就是謊言 所以食藥署你到底是怎麼通過的 還有呢 比較特別的是請大家看包裝裡面喔 美國裡面有Made in China 到了我們台灣的部分呢 就只看到製造廠商它只寫哪裡 它寫製造 寫那個喔製造業者名稱喔製造業者名稱 地址寫哪裡 寫San Diego 寫美國的聖地牙哥 我再給大家看原廠說明書 原廠說明書也很離譜喔 因為這是在食藥署附的部分 來 這個是我們從美國FDA找到的 它原來的原廠說明書 這個是從台灣的食藥署FDA看到的原廠說明書 最後的差別在哪裡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的 我截下來 其實大致上是大同小異 一旦長得是不一樣啦 但重點是在美國的部分 人家清清楚楚 就是只有一個ACON公司的 但是呢 到了台灣 欸 突然出現了製造廠商啊 竟然是寫 美國的聖地牙哥 那個Headquarter總公司的地址 所以從頭到尾 請問一下食藥署 你到底有沒有在把關這件事情呢 造成呢 欸 會發生這種 你看 驗都驗不出來的狀況啊 這麼模糊的狀況 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再次問啊 而且剛剛書記長也說了 在這個公文裡面提到 5月12號 食藥署還會打電話給這家EU科技公司說 欸 看起來他的靈敏度有點問題喔 然後呢 這家公司在5月13號 就提供 就直接寫明了 他有提到 無法提供美國版本的貨源 僅由中國大陸提供貨源 5月13號 大興是5月10號拿到了EUA 5月10號拿到EUA 如果5月12號 食藥署都知道打電話給這家公司 請問食藥署有沒有打電話給大興公司 有沒有 尤其5月12號才發了EUA 5月12號 就知道打電話給EU公司啊 而且喔 EU公司你只核准600萬劑 這家公司核准是2億4千萬劑耶 所以食藥署 你從頭到尾 你真的不知情嗎 你真的不知道這家公司 從頭到尾就沒有美國制這件事嗎 可以這樣子欺騙民眾 就這樣給EUA嗎 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情的話 這事情會會不要抗嗎 所以喔 我在這邊最後啊 請蘇院長喔 還有請陳時中部長跟食藥署 跟食藥署 吳秀梅署長 請拿出一支 美國製的附勒快篩 來讓人品香一下啦 好 請拿出來一下 如果你拿不出來 就要為食藥署 沒有法官的事情 來下台負責 蘇貞昌院長 應該要跟全民道歉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食藥署沒有做好法官 現在出了事就帶風向 放假消息 這事情從頭到尾 食藥署 就沒有到現在還沒有出來講清楚 我們要求 衛福部消暑 應該要出來釐清 到底怎麼給了EUA 應該要讓全民知道真相 好 謝謝 接著請陳正前副書記長 總召 書記長還有玉華委員 還有蘇的妹朋友大家好 剛剛我們 書記長有特別提到了 食藥署核定附勒快篩的幾個疑點 我特別要講到一個狀態是 EU申請了 可是他沒有進 那麼大興申請了 他進了 那麼進來的狀態的時候 是大陸制的快篩試劑 我們想問海關 到底是怎麼樣子讓他們進來的 我們的海關在管理 其實非常嚴格的 很多民眾在告訴我們 他們自己從國外買快篩進來 朋友幫他寄了200劑 有100劑是要退回的 200劑快篩的時候 海關都可以要他100劑退回 那大興的快篩 進來237萬劑 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能夠讓大興的快篩試劑進來 我們要求海關一定要盡數的回答 那我這邊也特別講了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是陳時中 他給所有的相關業者 剛剛我們美齡委員 有特別的書記長特別提到 這段時間有300多家的業者 他們申請快篩試劑 有9成左右是被篩掉的 表示衛福部在審核EUA的時候 是非常嚴格的 那麼在申請EUA的時候 其實有特別要求要廠區平面圖 還有製造作業區域圖 請說明廠址 這麼清楚的要求的時候 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大興跟EUA 他們都是用美國生產來提出申請的 這個部分其實是大興資訊 當時申請專案輸入醫療器材的時候 它上面就是生產國別 就全部是美國 那昨天我們黨團開記者會之後 竟然有民進黨的委員出來護航 表示EUA是受害者 我想要特別講的情況是 這份資料是衛福部給EUA科技的一個函 裡面呢 EUA科技它這邊也附上了它自己 申請專案輸入醫療器材的部分 它的生產國別也是美國 所以我們不禁要懷疑EUA跟大興 他們當時在申請EUA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都造假了 那麼衛福部是不是在碰到EUA跟大興 他們的案子的時候 他們就閉著眼睛就直接讓它過了 否則為什麼要不符合相關要求的一個資料 都可以輕而易舉的拿到衛福部發出來的EUA 可是我剛剛特別強調EUA的審核是嚴格的 因為有九層左右的廠商 九層左右的廠商是被篩掉的 那我接下來在最後一個部分 我來講到一個點 這個是大興資訊 從五月十號開始 它取得EUA之後 爭取了十次的 出手了十次的標案 十次的標案全部都得標 它沒有未得標的紀錄 那這十次的得標 那這十次的得標全部都是限制性不公開的招標 那其中有七家 是只有它一家去投標的 所以從五月十號之後 有十個政府部門 都買了大興資訊所進口的富樂快篩 一個不合格的富樂快篩 那我要講 一個五百萬的日本的公司 它怎麼樣能夠在短短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就拿到了1.6億以上的一個案子 有十家公部門全部都遭殃受害 就是因為它有EUA 所以EUA有多重要 可想而知 如果沒有EUA的時候 會有這麼多的公部門 全部都遭殃嗎 包括了交通部 包括了高雄市政府 包括了桃園市政府 包括了屏東縣 這麼多的單位 包括了中油 全部 那這麼多的公司 這麼多的政府部門 不是都是因為相信政府 相信衛福部發出來的EUA 才會有這麼多的單位中招嗎 買到了不合格的快篩 所以我們要求陳時中 要負起責任 陳時中要下台 以上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要利用機會 跟全民說明 在此疫情非常遠近的時候 會無過 閉著眼睛 合化EUA 有無不法 有無不法 不效廠商趁機銷售假釋劑 獲取暴力 傷害全民健康 最大惡極 惡性重大 昨天 蘇院長說 嚴查嚴辦 不過 我們黨團 有幾個問題 要請教蘇院長 何時啟動 今天 明天 後天 查辦 查辦 對象 是廠商 會油部呢 還有其他部會呢 第三點 需要多久 一月 兩個月 第四點 有誰來辦 行政院 還是檢調 另外 如果處理 全民 都在看 另外 追究責任範圍 從言從訴 追究行政責任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還是要 大事話無 相互掩護 都沒有責任 新聞 好過兩天之後 當做什麼都沒事 是 民眾健康 權益 如無 另外 我們要問問 監察院有沒有立案調查 請問監察院有沒有注意這個事件 有無委員重視全民的健康權益 有無委員簡報立案調查 還是監察院 週休七日還在裝 裝睡叫不行 再講一次 還是監察院 週休七天 還在裝睡 叫不行 最後 我們黨團 有三點要求 第一點 請行政院 重視全民健康權益 重訴 嚴查嚴辦 這個是 書院院長答應的 第二點 主動追究 行政責任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政治 的部分 請 陳時中 吳秀美 下台 第三點 請監察院 也重視 全民健康權益 主動立案調查 監察院 你不要找誰交 好 謝謝 請問各位媒體有沒有問題 想問一下說這些非一臺相關的小公司啊可以得到最大的標案 那這個在背後操盤這個公關公司他們是怎麼來運作這些 謝謝 我們後續 後續 還會繼續推出相關的記者會 你要問 應該想說這個部分啊 非常有貓膩在裡面 然後水也很深 但我們應該明後天我們會再拿出一些東西來 好 謝謝 那有些人認為說這個背後到底是誰在撐腰 誰在撐腰 因為這個事件 非常非常不尋常 誰有辦法讓衛福部閉著眼睛 當然是重量級人士啊 當然是力營人士啊 所以我們要求檢調 趕快追查 閒著眼 趕快追查 好 謝謝 請問詢尋 救護車 每個集合 進行 組合 辭邸 麻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